Did you think I know I'll be crushing and burning straight through the wall? Sight as I am the ones I do it all because List you should to know with us 有次我們參加重造要演習活動 像世界少到單身的伸長環境 一起不用啦啦啦啦 而單身整個名詞深深的記憶我們 不覺得當時很想單身嗎? 於是我們才成了好景星 何不期待再想要的激動用於單身 負荷的營養長環境性感到 也希望單身能夠被推空出去 單身又稱紅丹、赤身、血身 但是單身並不與人身相同 只是因為單身的好處 堪比人身才會有單身的命名 單身具有許多功用 例如抗菌、抗氧化、疏通血栓、活氧、 調節心血管疾病、調筋、 關節炎消炎等功用 而單身中富含多種氛圍物質 能夠抗氧化 而單身中主要成分為單身銅 而單分算具有活氧促進血液循環 保護局部缺血與對心臟與腦部之傷害 單身處理方式 由於單身在脫離土壤30分鐘後 就會開始氧化 為了避免單身氧化 我們將單身分前使用鹽波 將單身磨成粉末 並裝入密封袋後抽真空 冰至冷凍庫保存 因為食用單身是用熱水泡來飲用 或者是煮成單身雞湯進行服用 故我們想比較何種萃取方式效果較好 與測定單身的抗氧化物質 是脂溶性成分還是水溶性成分 研究方法 總分含量測定 以下為測定單身水溶液 與紅茶水溶液之總分含量流程圖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使用95%與75% 及酒精萃取液 至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之效果 過猛酸甲低定 使用過猛酸甲溶液低定 不同濃度之單身酒精溶液 觀察顏色變化 判斷低定終點 看何者低定終點較多 以判斷何種溶液萃取的抗氧化力成分較好 實驗結果 單身與紅茶之總分含量 由實驗結果得知 單身的總分含量是紅茶的10倍 所以單身的抗氧化力會高於紅茶 單身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95%單身酒精萃取液 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為93% 75%單身酒精萃取液 的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為69% 結果顯示 95%單身酒精萃取液 清除能力較佳 單身過猛酸甲分析法 95%單身酒精萃取液的 低定終點位在24.15毫升 75%單身酒精萃取液的 低定終點位在18.95 結果顯示 95%單身酒精萃取液的 抗氧化能力較佳 討論 1.總分含量測試 由實驗結果得知 單身的總分含量是紅茶的10倍 所以單身的抗氧化力會高於紅茶 2.基由DPPH極過猛酸甲的實驗結果 分析出95%酒精的 萃取單身的效果較優良 拜拜